今年1到5月 入境台湾的旅客人数成长多达26.8% 仅次于日本 排名亚洲第二 其中又是以来自韩国的旅客成长最多 摆好姿势跟台北101拍张纪念照 再看看有名的卫兵交接 一大早国富纪念馆就涌入观光客 除了占最大多数的中国游客 也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游客的身影 来台湾观光不只为了看风景 更多游客是为了美食而来 今年1到5月 来台的旅客快速成长 根据最新的亚洲政经风险报告 来台旅客的成长率已经高达26.8% 在亚洲排行第二仅次于日本 而分析来台旅客的成长率 韩国成长最多高达83% 我们以往比较属于沙漠地带的像美洲 纽澳跟欧洲在成长率也都超过20%跟10% 那这个代表就是说我们在这几个市场 以前的耕耘慢慢看到这个成果 观光局分析连欧洲 纽澳的旅客成长率都超过两成 显示台湾吸引的已经不再局限是亚洲的旅客 不过相较于其他国家 日本旅客来台的成长率只有16% 还是偏低 下半年观光局将加强日本市场的宣传 记者离日午国距离台北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 我们来学学入境怎么比 飞机飞过来就表示入境 日午静 日午静